你被选了吗 我不知道 我看一下 好像没有发 应该是待会就私聊一下 就直接喊我过去 等待的时间总是非常的难熬 他选谁你觉得他会良力的 敬业 泽霖 敬业 拜拜 这还蛮刺激 一个个被叫过去 哎呀 两个六十手里敬业 真的 加油啊 你知道我选的是你吗 啊我希望 希望也是这样 哈哈哈哈 就是因为我觉得面试那天 就看到你感觉就各方面 就是比较不错的 我那天收了一集 有时候你的这个缺点就是没有缺点 就看不出来缺点在哪里 啊没有 我感觉其实这样的话 就变成了一个 发现优点的过程 变成一个发现缺点的过程 感觉那个期待是往下降的 其实反而有时候 反而有压力是吧 好会聊啊 好会聊天 情商很高这孩子 聊天聊得很舒服 他聊得让人很舒服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可能待会儿 就要请你帮忙做个做个翻译 嗯 好呀我回头发给你 嗯 好 谢谢两位 那我先出去 好 好 开始有工作了 开始干活了 对 可以安排的啥工作 你有活干 翻译 给我一个翻译 翻译 应该翻译交给我来做呀 我 我 我的口语算不好 但我的翻译还是 哈哈 哈哈 我给你外包个活 外包给我 我给你外包个活 我给你外包个活 外包个活 我给你外包个活 我给你外包个活 是 是狱或者是网绿 我才是绿 我才是绿 对 我觉得 对 我觉得 网绿来了 哇 网绿 好真实 对 网绿说我只是去个洗漏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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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皮 我打扰 我是觉得按照网啪的背景经历 我觉得他应该会 比较喜欢小哥 我也觉得网绿会选你 我也觉得 他可能会就是从厕所出来 然后就叫你过去了 我就忽住 我好慌 来了 这种太期待了 又走了 又走了 看 很正式地穿上西装来宣布这件事 网绿又又出现了 朱文萱有时间到 我办公室来一下吗 好的 等一下 那要不我先去一下 一会儿 怎么去 我感觉我还落选了 他没有从前四里面选 他面试的时候 他是做诉讼的 他面试的时候就喜欢一选 坐 坐这 别走对面 就坐这 进 好的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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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让我选择个带轿的 我就先挑你吧 真的 对 朱一轩对你 这个也得好处 他能够把菜切切 嗯 对 对 我对实际生的风格 就是说你 你别把我漏了 把大的要点隔 我也觉得 朱一轩是可诉之罪 因为你做辩论 对吧 那我本身做真意解决的 那可能对做辩论 本身就有点 这一看优势 第二个 你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兴奋和热场 可能律师行业的话 会觉得 这个人不太沉我 但是因为你年龄小嘛 这以后在做律师时候呢 要就是稍微 你可能就需要收敛一下 OK 一边说收敛一边 OK 另外一个呢 给你一个实际的事情 我希望你把这事给做戏 我会努力的 熟悦 不信 有活了吗 有了 好胆 个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忐忑 咱俩是一个team 谢谢你的选择 对我选择是您 面试的时候呢 其实我对你讲很好 这个便是很臭的 大家评价就说可能要再锤炼他一下 目的是让你知道 就是你可能会面临到的问题 有一个小任务 那是做一个这个案例的研究 有什么事你发我字就好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你是给布置的任务吗 嗯 最后一个 来猜一下谁 我认为是邱怡 我也认为是邱怡 这会儿我跟着范晨 这会儿 你看路过了泽林 你 玩完 玩完 路过了一飞 飞完再去 这不会说的吗 给我拿点救星丸 速效的那种 我天呐 好郁闷啊 他用了两张图 邱怡和泽林 那绝对是邱怡了 那我这会儿还是跟着诚诚 好 好 好